这两个LED面网灯看起来似乎一样 但实际上面它们相差很大 不了解它们的情况 在购买的时候就会选错 大家好,我是光头集电 我又买了两个面网灯 标称一个是26瓦,一个是12瓦 或者有26瓦,我觉得有点虚标 因为我也是在买的时候 购买的时候被店家坑了 所以把这个情况和大家分享一下子 大家在购买这种面网灯的时候 就知道如何去选择 我们先来对比看一下它们的外观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 这个厚,这个薄 也就是说这两个面网灯它们的发光方式不一样 一个是背面发光,是厚的 这个薄的它是侧面发光 现在我就拆开,让大家看一看里面的结构 我们先来看厚的,也就是正发光的LED灯板 大家看,这一款里面比较简单 这个塑料片片是用来做扩散板的 它的作用有两点 第一个是起保护作用 第二个是灯珠发出来的光 经过它的扩散变得更加均匀,透亮 这是里面的三个灯条 每一个灯筒上面的灯珠它都装有光学透镜 这种结构的优点是它煞热性能比较好 制造成本更低 但是它的光线没有这么柔和,拖亮 并且它的厚度也比较大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种测发光的灯板 这种灯具呢,它随便有一个独立的取动器 我们再来看一下里面的结构 最上面这一层是一层泡沫 起保护作用 这里还有一层 大家看 这一层是它的反光板 也就是反光膜 大家注意看一下它的正面和反面 这个正面它是哑光的 而它的背面是亮光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一块 这一块是一块半透明的亚克力板 这块亚克力板在里面起的作用非常大 它是这个灯具里面的导光板 侧面的LED灯珠发出光线 通过它导光 改变方向向下面射出 也就是说从灯珠的发光面照射出来 而有一部分呢 没有反射到上面去的 通过后面的这个反光板呢 后面的这个反光膜把它反射回去 这样就提高了光线的利用率 最下面这一层和前面那一个是一样的 扩散板 扩散板的作用呢 就是把导光板上面发出来的光线 分散的更柔和 更加透亮 我一步一步怀疑给大家看 大家看到的效果变化 现在我把所有的都取掉了 只剩下两侧的灯条 其实这个原点 就像我们手机的屏幕发光是一样的 现在是两侧亮 表现出来的照片效果很差 装上最前面的扩散板 看上去效果是不是好一些了 看上去是不是有点像我们的这个 大号的手机框啊 手机屏幕框 好我们再把它装上导光板 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然后再装上最后面的防模 保护泡沫板 以及后面的盖板 这个时候 它发出了的光线 就如何透亮了 很漂亮对不对 所以说 通过了解之后 如果你去购买 你会选择哪一种呢 哪一个类型呢 下期我再和大家讲解如何测试虚标的LED灯具 如果你喜欢请点赞加关注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